对不起 格子 是我去找湘老师他们过来的 为什么 格子 你先要跟我们说 最近晚会排练 让你觉得很辛苦 很不开心 能跟我们说说是怎么了吗 是啊 不是一直都好好的吗 格子 湘老师 其实自从你来到我们的 音乐老师之后 我一直觉得好辛苦 为什么 上课发生奇怪掉掉的人 不是科语 是我 我天生应准有问题 如果你应准有问题 怎么能考进音乐特色班呢 我是口琴特长进来的 之前唱歌一直走调而不自知 我想我可能是得了诗歌症 这辈子都唱不好歌了 格子 你肯定不是诗歌症 如果你是诗歌症的话 我一早就听出来了 再说你诗唱练耳的作业 也做得那么好 只要努力一下 应该能败回来的 可是 格子 你肯定是经了音乐特色班 周边的朋友啊 同学对你的要求自然是高了 有一些人就是反应慢了一点 不代表他不行 没错 格子 就像谭钢琴艺啊 你虽然可能慢了点 但是你最终秉身学坏了吗 肖老师 虽然有点不切实际 但我一直希望成为像你这样的人 我拼了命地靠近 师大夫中的音乐班 就是想离你更近一点 你现在已经离我很近了 但是你得思考 你对未来的期许 或者你的梦想是什么 肖老师 我很认真把你当作我的目标 格子 我没有在怀疑你的认真 只不过 追星这件事情 本来就是一种精神寄托 它可能是某个人 在某个时间段 对未来的一种期许 但是抛开追星这件事情 你唱歌的时候还开心吗 你认为它是你的梦想吗 我也不清楚 以前上课的时候 老师常说 没有梦想的人生 就好像咸鱼 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像咸鱼 可是自从向老师来了以后 特别是最近 我身边不管是同桌 贝贝还是非凡 他们好像都知道 自己以后要做什么 我突然就很惶恐 我从来没有思考过 我的梦想是什么 我一遍遍问自己 我可以做什么 但我也都搭不上来 所以我觉得 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 还是 我这样没有梦想的人生 是不是就是不对的 是谁规定 人必须要有梦想的呀 你没有吧 严格上说 我从前是没有梦想的 当老师不是您的梦想吗 当老师不是您的梦想吗 我当老师是因为有一个很优秀的榜样 就像你们说的 榜样的力量 后来通过自己脚踏实地 达成了这件事情 我遇到了你们 给你们越变越好 我才确定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优秀的老师 苏老师的意思是说 我们也可以一边成长 一边在努力中去寻找 确认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是吗 对呀 葛子 不是所有的梦想 都一定要实现的 也不是所有的努力 都必须要坚持的 苏老师 你句话是认真的吗 认真的呀 做任何事情 最重要的前提是不勉强自己 你可以没有梦想 但你必须要认真地对待 每一天 每一件事情 我们可以不追求结果 但是必须尊重过程 难道我要放弃吗 那你想明白了吗 你要放弃的是什么 是一件努力了很久的事情 那你甘心吗 苏老师 如果抛开结果 抛开你唱得好不好 单纯你去思考 跟同学们在一起唱歌的时候 你觉得开心吗 那就这么说定了 你继续做你自己 只要开心就好 至于演出结果 那是你向老师我 应该去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可是 苏老师说得对 梦想这种东西 不是每一个人都必须拥有的 只要你努力 认真地对待眼前的生活 那又有谁能说你是一条鲜鱼呢 肖老师 我送你回林生那儿 我拉了重要的东西 我回去拿一下 不是那个牛奶杯吗 是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是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 是创作歌手向东南对秦 我来说发言 请问一下 是原因 疗疗 塞 订阅 我听到 的人 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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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不开心 都到了 我赶紧进去找你的东西吧 我说了我不甘心 我不相信 你这么快可以忘记我 小诺男 别再给自己图层负担了 我们才在一起多久啊 也没有那么深刻 和不能分离 就当是试错了吧 这些人 我们更适合做朋友 爱情的深浅 不是靠时间来衡量的 起码我不是 可是我是 小诺男我们已经分手了 我说我有东西落在这儿呢 想必是 我把星落在你那儿呢 你把佛家忘了搜索约会的 记车第一次 你梦想说梦想说梦想的我 从朋友变成恋人 那现在也可以 怎么样 重新再来 向老师 你到底什么时候搬回来呀 三缺一的日子太空虚了 早上好 你搬回来啦 我搬回来啦 太好了 合租公寓铁三角 终于完整了 缺少的那个角 也终于归位了 好 不是说会影响创作吗 社会家住得太远了 到学校来回 非常地不方便 所以 为了不耽误教学工作 和晚会的排练 我决定搬回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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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啊 每天都盯着你的房门发呆 盯着你的牛奶杯发呆 盯着冰箱里的牛奶发呆 盯着冰箱里的牛奶发呆 连你晾在阳台上 忘了收走的袜子 他都会盯着发呆 现在你回来了 我想 他应该不会再盯了吧 我以为生什么病了呢 吓死我了 还有啊 他昨天偷偷地帮你 把房间里遗漏的月朴 都收拾好了 做早餐的时候 还多煮了个鸡蛋 连你的海绵宝宝 他都给你洗干净了 我想 苏老师的强迫症 应该治不好了 向老师 向老师 我刚才说的 你懂的吧 懂 好 谢谢你 六三 谢谢我 为什么呀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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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事找你帮忙 不知道我什么都会发呆 老师 老师 就是个第四位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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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琪老师 我想请你去我们班 找一下男鸽子去音乐教室 我呢要找他参加 主题活动的设计小组 我先去了 你赶紧找他 你不要拖了 我上次跟你见的 苏琪也真实地不跟我说 脾气怎么那么长 向老师您找我 进来吧 向老师 苏老师说您找我参加 这次主题活动的设计小组 事情是这样的 我呢想做一个线上的 主题活动的推广 和线下联动 学校非常地支持 上次看你画猫画得非常地不错 想问你有没有兴趣参加 当然 是在不影响你学习 和晚会的排练的情况下 既然答应了那就回去吧 向老师 你为什么不在教室里跟我说这件事啊 这里安静 我还以为你是想多跟苏老师说句话 找不到理由才拿我搭桥 看不我不说不 向老师 你是不是放弃我了 什么放弃你了 你在说什么 向老师 我已经想清楚了 就算我唱不好歌 我还是会继续唱的 因为 我的确喜欢这件事情本身 即使我做不好它 哥子 你不会以为我找你来画画 是因为你唱歌唱得不好吧 不是吗 当然不是了 我找你画画是因为你画画画得好 不是因为你唱歌唱得不好 你唱歌唱得不好 我就陪你练到好为止呗 你不是说我们要一起走画路的吗 喜欢唱歌我们就纵情地唱歌 擅长画画我们就把画也画好 它们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自己的短板 桃花忧于色梅花忧于香 不要用自己的短板来否定自己 在未来无数个男鸽子可能成为的样子里 你就是最好的自己 谢谢你 夏老师 你知道吗 现在的你也是最好的你 不管是在指南针眼里 同学们眼里 还是 还是苏老师眼里 都是最好的 明白 加油 不好意思啊 刚才在开会 让你久等了啊 不会 感谢王导 百忙之中 还肯抽时间出来见我 开会给您点好了 盛盛 咱们认识多少年了 怎么这么见我呀 找我有什么事啊 我听说西游视频 最近在筹备一档音乐类的节目 您是总导演 对 神秘巨星 不过要到夏天才开播 现在呢还在物色人选 您有考虑过向东南吗 他发行的新歌啊我都关注过 我也确实考虑过他 只不过 他现在已经在学校里 找到了真实的自我 我觉得他应该不愿意 再以综艺节目的形式 躺回娱乐圈吧 这个你不用担心 交给我就好 我这次约您见面呢 主要是想确定一下您的心意 其他的都不是问题 你为啥让他做节目啊 他现在这样不是挺好的吗 是挺好的 但是还是有一点舍不得舞台 是他舍不得 还是你不甘心啊 七个基础音唱三遍 变现号 变现号 换上甭名 再来三遍 鸽子 每个音之间的关系 你在脑子里面有没有记忆 有没有印象啊 这个 到 到 热 到 咪 它们都是一个音 到 热 咪 咪 发 是半个音 发 塑 拉 塑 都是一个音 塑 都是半个音 向老师 对不起啊 我也不确定 没关系 鸽子 我陪你 鸽子 你也不至于是失割症 但是呢 你可能对音高啊 是缺少了一点敏感度 向老师 你是来帮他的 还是来打击他的 我要知道问题 才能对症下药啊 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吗 知道这是什么吗 连线游戏啊 这是一只猫咪 客子 你不是很喜欢画画吗 我觉得你的图形记忆能力 非常地强 以后有任何的歌曲 你可以把所有的旋律 变成一幅画 映在你的脑子里面 这样的话 有可能能帮助到你 记住应准 这个方法我也不知道管不管用 我们试一下 从猫的耳朵开始 咪开始 好吧 预备 起 咪咪小豆豆 咪咪小豆豆 豆 西 拉 拉 西 托 瑞 米 法 法 米 瑞 这个办法真的是 还不错 看来向老师是下功夫了 向老师 那这次晚会的曲目 我能先临时抱下佛脚吗 我是不是来早了 来得早 不如来得巧 我以为今天过来陪你疗伤的 看来我百担心了 疗伤就免了 我现在继续于工作 正巧啊 这儿有个要临时抱佛脚的小朋友 你来给他指点一下 好啊 这是我们的天才钢琴手 是时候也可以给大明星展示一下 来吧 今天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好不容易跟你约一趟 还让你来干鼓励活儿 下次我请你吃饭 那我这不不亏啊 我先走了 我要发新歌了 你们的晚会 我可能来不了了 祝你们一些顺利 加油 没问题 你发新歌 我一定蹲点儿听 快上车吧 走了 拜拜 嗯 我都要想吓死我了 你怎么这么晚还在这儿 刚开晚会啊 马上要到期末考试了 那回去吧 是吧 孟知人来学校干什么 怕我走不出失踊的伤 所以我来陪陪我 那个他来得正好 正好鸽子在叫准音准的时候 他给了不少的意见 而且节目的编曲 他也给了很多的意见 夏冬南 以后能不能不要说 失恋情商这样的话 你这样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相处 好 你不喜欢的话我就不说了 好 是 姐 你来了 你昨晚就睡在这儿了 对 姐 你看 我完成了 最后一首歌我终于完成了 恭喜你 辛苦了 没事 下午我要去找魏总 好 姐 回头你给我换一个大点鸟笼吧 家里的鸟笼有点小了 好 到底缺少什么呢 您看这缺能比较少 你到底在找什么 最近王导有一档音乐类的节目 神秘巨星 你有没有兴趣啊 谁 王导 开什么玩笑 他怎么可能对我有兴趣 他还真有兴趣 你呢 缺少了 我 你要不要好好考虑一下 我爸 就 没时间吧 我现在除了这个晚会弄完了之后 还得盯着他们期末考呢 节目录制是在暑假的 暑假 也有很多的教育工作安排 我得带他们出去比赛 还得带他们参加音乐夏丽营可多的事呢 你要是不想去可以直接告诉我 但是我还是希望你可以去的 是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 还是截然一身 对不起啊 很多的事情没为你考虑 这一次 恐怕又要让你失望 你就没有考虑过要转行啊 我现在的工资肯定是养活不了你的 正确地说 注意只是我的福利 拒顾安全通缉 你已经拖欠了我二百多亭的资质了 舍然你怎么那么有钱啊 我再开玩笑 苏老长 行 来吃饭 嗯 这向老师好像还没吃饭呢 他一早就在大理堂忙活 估计现在还在 我还听说他好像以前胃就不好 安 阿姨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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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打包 两份 来吧 哈哈 陈老师 送你一机助攻 一用小血 很快 谢谢 Bear 怎么了 哥哥 紧张呗 你这首歌都唱得不跑掉了 紧张怎么样 我怕我一上台太紧张又跑了 正常 我也有点紧张 我怕上台用词什么 所以你们是在紧张 自己上台会很紧张 完全没这个必要 哥哥 你就按像老师说的 在脑子里花腰线 虽然可能会记得不太准确 但是却已经形成注意力的强化 虽然就不会太紧张 就是 哥哥 你就按平常那样唱就行了 吃饭啊 孙老师 来视察工作啊 隐姓杨说你没吃饭 让我给你打包带点 隐姓杨啊 是隐姓杨让带的 还是你自己带的 隐姓杨 我这不是顺路吗 那给你 我先走了 一起吃吧 我 我吃过了 吃过了为什么会有两份 孙老师 你真的很不会撒谎 你真的很不会撒谎 二位老师 可不可以请你帮帮忙 试个光 没问题 我先走了 真好看 不是 老师 你确定一烟不会太大吗 台下的观众能看得清台上吗 一烟怎么回事 太多了 太多了 你们调整吧 我先走了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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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还不行 新老师他真的没事吧 从生理上来看呢 并没有哪里受到伤害 这次啊 也幸亏苏老师 你发现了及时 把他给带了过来 不然他刚刚晕倒 没人发现的话 身体肯定会受影响的 肖东南 你怎么了 你别吓我 他这次晕倒 跟上次晕倒有什么联系吗 如果方便 我建议 最好去问一下他身边最亲近的人 为什么 问问向老师 有没有心理上的问题 其实向老师身体不错 没有任何疾病的征兆 所以屡次晕倒 不排除是心理上的问题 谢谢啊 那我先过去了 好 辛苦了 好嘞 好嘞 喂 林生 苏老师 有什么事吗 你老师告诉我 向东南到底有什么问题 我有焦虑症 所以之前几次都不是肠胃炎 而是你焦虑症发作 我妈在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很难走出来 再加上我在创作上遇到了瓶颈 所以情况就更加地糟糕了 对不起啊 我现在才知道 没有什么好对不起的 我希望你一辈子都不知道 那你打算怎么办啊 我也不知道 因为以前这病 我都没怎么管它 就是属于那种 自生自灭的疗养方法 所以具体应该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你还记得那一次 我和沐晨的比赛吗 记得 虽然是个小比赛 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是我第一次临阵脱逃 是我自己 跟自己的内心 跟情绪妥协的第一次 这种感觉还蛮差的 这种感觉还蛮差的 算了 早点休息吧 明天又是一场应战 不跟着你 现在再见 你自己走 你的 真相会 你来 好 你走 我来 你走 我走 我走 你走 一点点泪 我去你 你走 那你走 你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 喂 潇潇 那男生的妆怎么弄啊 就随便 男生随便弄一点吧 抹点症你打的底就行 有没有人帮我搞一下 我不会啊 我不会啊 不愿意 好好地做 快快快 快快快 快快 可以了吗 好 挺好看的 还给你剥个口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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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吗 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上台了 那不是 好看 不用 不用 你就不相信我 是不是 让我看一看 你们两个干吗 神病 你不要乱动 人也 都死了一点 我自己弄 人也 有点乱 好 好 上场之前把这个含在嘴里扒到十颗 对缓解心话还是有作用的 你是在关心我 不是 那这是 人道主义关怀的 是 小美 小美自从不做你的装法师之后 果然是前途似锦 现在已经是造型总监了 那得花多少钱 当初 要不是你让生生把我推荐给环球时尚 我现在可能还是个造型助理呢 所以今天是义务帮忙 我 好 庆元春 雪 北国风光 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 维鱼茫茫 大河上下 顿诗涛涛 山舞银蛇 圆池蜡下 欲于天功势比高 接下来请欣赏高一七班实验班的同学们 为大家带来的表演茉莉花 请高一八班同学做好准备 谢谢 即 fa 旭班 旭班 不是说不来参加了吗 旗家之严 南底众人之欢呼 不管什么傲数竞赛 都不能剥夺学生参加集体活动的自由和权利 也想不过他 路有心才多待 只怕看话的人儿 而将那奴爱呀 接下来请欣赏 由诗大副中第一届 音乐特色班高一八班 带来的加咒表演 别紧张 他们是最棒的 什么大风大浪 我们没见过 我不紧张 不紧张 我跟你要玩 吃吗 没吃 这不是你第一次 送我东西吗 得收藏 唱这首歌 都给当天 鸽子 让鸽子唱第一句挺合适的 我把他当来比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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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牌 照我心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在这里看到的表演 感觉更不一样 更耀眼 有时候就想 他们才是天生的背鸡星 晨晨发光的一定是吗 遇到人民的街坊 把你爱的自由 别人看到的 也许是他们每一次 考试成绩的进队 每一次表演的成败 但我看到的 是他们每一个人 闪闪发光的样子 我为他们感觉到骄傲自豪 我期盼着这份成就感 这就是我热爱这份迟疑的原因 我找到 李娜 你找到了吗 我也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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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菲白安 你怎么考试又又又又没有及格 你到底有没有在好好复习 你这个脑子里一开的话 在想什么 怎么办 我知道啊 我也不想啊 我的脑容量 就这么大一点 真的尽力了 是真的尽力了 人家鸽子 都考了七十五分的卷子 全班就你一个人不及格 你好意思吗 我怎么不好意思啊 人家鸽子 有影像这个外挂在 我呢 有什么 什么东西 给 什么呀 你不是整天交换记不住吗 这是我给你出的卷子 所有的潮代要点 都简化成了填空体 你明天做完我给你改 定真完再改 我作为也还没做完呢 这卷子真是你出的 这么认真 我同桌历史考试不及格 我多见面子呀 这么多健康 原来 我来 乕 我来 不cono banne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